俄国史演义 主编 张连芳 作者 葛新生 播讲 夏秋年 第三回 夏 金杖汗统治罗斯 诸王公争夺地盘 蒙古人能齐善战 却治国无方 尤其要治理这样一个封建割据的国家更是不易 于是蒙古人想法利用当地王公来对付罗斯人 在罗斯各王公之间挑拨离间 唆使王公们自相残杀 以便铲除那些不愿归顺金杖汗国的有一定势力的王公 他们召弗拉基米尔 苏兹达尔的新王公 亚罗斯拉夫 弗谢沃洛多维奇到萨莱 册封他为弗拉基米尔大公 作为全罗斯的最高统治者 这种册封却未得到加里奇 沃伦大公 丹尼尔 罗曼诺维奇和切尔尼戈夫大公 米哈伊尔 弗谢沃洛多维奇承认 拔都得知此事之后 便差人把丹尼尔和米哈伊尔叫到萨莱 丹尼尔见两位同行的切尔尼戈夫大公被杀后 立即表示放弃基辅公国和伯洛霍夫地区的控制权并服从弗拉基米尔大公 为此才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尽管丹尼尔屈从了 亚罗斯拉夫的日子也未因此好过起来 他家在河林同金帐韩国争斗之中 在河林的贵尤大韩宫廷中 由海弥师皇后和突拉奇纳妃子所组成的阴谋集团操纵了蒙古的国家政权 他们试图除掉亚罗斯拉夫 因为他是拔都选择的人 准备树立一个听信他们的傀儡替代之 这一年 贵尤大韩下旨召见亚罗斯拉夫 亚罗斯拉夫遇见到此行定是凶多吉少 但又不能不去 于是带着一大堆侍从萨莱动身前往河林 一路上跋山涉水 披荆斩棘 很多侍从都死在了旅途中 最后终于来到了蒙古草原 这里竟是地无木植 围荒草 天产丘陵 梅大山 五谷不成 滋乳涝 皮球不胀 易开炎 他不禁怀念起罗斯平原 福尔加河和那些繁华的城市 凯叹一声 造物主啊 救救罗斯吧 罗斯已被蒙古人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果然如同大公所预料的那样 在他来之前 宫中夜已做出了杀死大公的决定 一杯毒酒 了结了大公的性命 亚罗斯拉夫死后 妃子突拉启纳立即派特使赴罗斯 以将他父亲的土地赐予他为由 召见亚历山大亚罗斯拉夫 亚历山大心里明白 此行必将如同父亲一样 不死也会被终身禁锢 于是称并拒绝前行 拔都见亚罗斯拉夫已死 便针锋相对地立亚罗斯拉夫兄弟 斯维亚托斯拉夫为大公 河林那边并未善罢甘休 又下旨召见 这次召见的不只是亚历山大 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 兄弟两人长途跋涉到了河林 这时蒙古政权发生了变更 贵游大汗死了 皇后海迷失临朝称制 皇后任命安德烈亚罗斯拉维奇为大公 赐予亚历山大亚罗斯拉维奇 以基辅和整个罗斯的土地 废除斯维亚托斯拉夫 皇后如此安排 一方面是为了削弱罗斯 其他王公的势力 另一方面是为了破坏 拔都对罗斯的影响 1249年年底 兄弟俩回到了罗斯 但是兄弟俩却发生了分歧 哥哥亚历山大认为 目前要与金帐韩国的韩维持和平关系 金帐韩国还很强大 罗斯尚未具有同金帐韩国抗衡的力量 弟弟安德烈却认为 应当同较有实力的大公 例如特维尔的佩亚斯拉夫利尔大公 亚罗斯拉夫加里其沃伦大公 丹尼尔罗曼诺维奇结成联盟 建立防御同盟来反抗金帐韩国的统治 安德烈做出的第一个行动便是 与丹尼尔罗曼诺维奇的女儿结婚 1251年贵游皇后专权被推翻 蒙哥被推为大韩 拔都支持蒙哥韩 这样一来 安德烈的地位岌岌可危 而亚历山大被拔都召见后 被授予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称号 亚历山大成了罗斯的最高统治者 随后 拔都命令统将涅夫流去攻打安德烈 安德烈和自己的手下 跑到佩列亚斯拉夫尔后 藏身国外 特维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尔大公 受牵连也逃到国外 这位大公 川朵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 起来反对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权利 1253年 他在普斯科夫被拥戴吉公位 诺夫哥罗德随后也效仿普斯科夫 立他为功 将亚历山大的儿子瓦西里驱逐了出去 亚历山大一气之下 率部占领了托尔洛克后 开赴诺夫哥罗德 亚罗斯拉夫 亚罗斯拉为奇从诺夫哥罗德逃走了 亚历山大之子瓦西里 亚历山德罗为奇 官赴原职 拔都派库列姆萨率领六万大军 进击加里奇 沃伦的丹尼尔 罗曼诺维奇大公 丹尼尔早有准备 他不仅击退了蒙古人的进攻 而且还建立了一支反抗蒙古人的军队 开始向伯洛霍夫地区进攻 甚至想占领基辅 但是当他收复了伯洛霍夫时 却丢掉了加里奇的波尼佐维耶 蒙古人占领了那个地方 1250年代末 蒙古人决定加强对罗斯的控制 蒙哥大汗派遣宗王齐歹 到罗斯进行户口调查 登记造册 作为征收共赋 征集军队 摊派摇曳的依据 同时建立起巴斯哈军事政治组织 这一组织由十户长 百户长 千户长和万户长组成 他们用强制的方法编成单独的军队 其中有一部分是由当地居民充当 任命蒙古指挥官来统领 这种组织听从巴斯哈的指挥 巴斯哈遍布全公国内 他们监督复役的完成 巡视各地 权力极大 就连弗拉基米尔大公也得服从于他 俯守听命 金帐涵要求诺夫哥罗德共和国 同样听命于他 命令亚历山大带着两个诺夫哥罗德使臣 到蒙古人朝廷听旨 然而诺夫哥罗德城内 却发生了反对巴斯哈制度的骚动 今年不断 到了冬天 情况更加严重 亚历山大的儿子瓦西里和贵族们 也加入了骚乱 把亚历山大派来的市长米哈伊尔斯杰雷诺维奇杀死 蒙古人闻讯后 带着亚历山大赶来 瓦西里和一些贵族立即逃往普斯科夫 居民们的骚动暂时平息 并将扣押的使臣放走 这只是镇压前短暂的平静 蒙古人走后 亚历山大把军队调了进来 直扑普斯科夫 将儿子捉住了 押送回弗拉基米尔城 随后把肇事者弯木削鼻 事情大约持续了两年左右 蒙古人最后离间了贵族与平民 答应把赋税全加在平民身上 城中的贵族镇压了人民的起义 亚历山大大公把自己的儿子 德米特里留下做诸城公国的大公后 带着人马撤回了弗拉基米尔城 1260年代初 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开始爆发 忽必烈大韩和阿里布哥之间开始了斗争 金帐韩别尔格利用了他们两人的矛盾 脱离了蒙古大韩而独立 序列乌见别尔格如此做法 立即率军攻入别尔格的高加索领地 于是金帐韩国采取紧急措施 集中国内一切武装力量 并招募罗斯军队作为补充 亚历山大大公为请求免除罗斯人的新的灾祸 第四次前往蒙古朝廷 结果事情办成了 人却在回罗斯的路上病倒了 1263年11月14日 亚历山大死在哥罗杰茨 当时在罗斯已经形成的政治上比较统一的局面 在他死后又被封建内乱所破坏 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称号成了毫无权力的虚名 国家大权旁落各个公国 莫斯科 特维尔 梁赞等封建主的手中 蒙古朝廷对这种局面是无能为力 因为他已是自顾不暇 当时蒙古朝廷已开始分裂 开始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随后在黑海北部又出现了第三个蒙古军事政治中心 那海韩国 那海在对金杖韩国保持独立的同时 也觊觎着罗斯的统治权 开始了以金杖韩为一方代表 那海为另一方代表的混战 特维尔大公米哈伊尔 亚罗斯拉维奇 佩列亚斯拉夫尔大公德米特里 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的儿子伊凡向那海称臣 罗斯托夫大公和亚罗斯拉夫尔大公 戈罗杰茨大公则依仗金杖韩国之势 欲夺弗拉基密尔大公宝座 1280年代初 戈罗杰茨王公安德烈 亚历山德罗维奇 靠着金杖韩国考核台和阿琴吉塔军队的帮助 与亚罗斯拉夫王公菲多尔罗斯奇斯拉为奇 罗斯托夫王公康斯坦丁波里索维奇结成联盟 在科斯特罗马贵族们的支持下 成为了弗拉基米尔大公 蒙古军队扫荡了穆罗姆 弗拉基米尔 尤里耶夫 苏兹达尔 佩列亚斯拉夫尔 特维尔 托尔洛克诸城 略采鲁人 催防焚射 加上严寒侵袭 无家可归者 多冻死 饿死 一片哭声 震天动地 过了两年 佩列亚斯拉夫尔王公 德米特里 亚历山德罗维奇 在那海的支持下 成为弗拉基米尔大公 尽管大公之名 现已是土有虚名 但大公的土地 毕竟包含有弗拉基米尔 佩列亚斯拉夫尔 科斯特罗马 夏诺夫 哥罗德和哥罗杰茨 德米特里 与特维尔的米哈伊尔 亚罗斯拉维奇 莫斯科大公 丹尼尔 亚历山德罗维奇 结成三方同盟 击退了哥罗杰茨大公 和金帐韩国 查列维奇军队的进攻 这时 三方同盟中 莫斯科大公的实力 已有问鼎之力 这是后话 在此暂且不谈 1290年代初 脱脱成为金帐韩国大韩 他派兵打败了那海 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罗斯托夫王公们 为此兴奋异常 安德烈 亚历山德罗维奇 罗斯托夫王公 德米特里 伯利索维奇 亚罗斯拉夫王公等 结伴到蒙古朝廷 诉说弗拉基米尔大公 德米特里 亚历山德罗维奇的 种种罪状 托托韩 当然正求之不得 他正苦于 找不到讨伐 德米特里的借口 他令大将特担率大军 向罗斯进军 灾难深重的罗斯 又一次遭到了破坏 佩列亚斯拉夫尔的人们 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生活 纷纷离去 以致全部相驱 尽空无一人 只有特维尔完整无恙 这里的居民 坚决地顶住了进攻 米哈伊尔 亚罗斯拉维奇和德米特里 亚历山德罗维奇 也躲到这里来了 最后 戈罗杰茨王公 安德烈 亚历山德罗维奇 窃具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宝座 1299年 纳海军惨败 纳海被托托军中的 一位罗斯骑兵杀死 蒙古朝廷 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托托韩 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 使用蒙古人的一贯伎俩 在那些封建王宫中挑拨 试图利用王宫间的斗争 来互相削弱 托托韩始料未及的是 正当他看着各王宫之间 龙争虎斗时 那不起眼的莫斯科公国 却日渐壮大 成了金帐韩国的掘墓人 正是同胞兄弟上操歌 异类岂能保太平 欲知详情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